回到新聞大白話的現場 我們要來看到的是 高雄市長韓國瑜 上個週末抛出了 這個國道六號 從南投延伸到花蓮 這個案子引發了議論 但是根據花蓮縣議會的 議政報導的記載 事實上現任總統蔡英文 在參選期間也曾經表示 他當選之後 要把國道六號南投物社段 延伸到花蓮急安 但是今天被問到這個問題 蔡總統說 他翻閱了過去所有的資料之後 他能夠確定的是 他沒有做過承諾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一起來看 穿上雨鞋 趕在大雨前視察續紅池 總統蔡英文拼正機 但國道六到底能不能 從南投延伸到花蓮 總統才親口說不可行 現在卻被質疑 難道總統你忘了嗎 104年4月 總統蔡英文參選期間 曾表示 當選後會要求國道新建工程局 把國道六南投物社延伸至花蓮急安 整篇報導白紙黑字公開刊登 蔡總統當時沒否認 但現在 我們查了我們的所有的資料 我們並沒有在過去有做過類似的承諾 仔細翻閱資料信誓旦旦確實沒提過 但縣議會的報導又是從何而來 新聞大家要查證清楚好不好 到底是誰說的 在什麼時候說的 不要這個新聞沒有經過查證就傳播 懷疑假訊息可能性高 看看當時縣議會簡報 揚揚撒撒寫清楚了完整延伸計畫 應該是國民黨政府 所做的這個調查跟研究 跟評估之後呢 認為這個是在技術上是不可行的啦 前朝政府評估過不可行 如今舊資料被翻出來 交通部確實也為針對國道六延伸做評估 蔡總統當年究竟有沒有承諾過 四年後再度成為焦點 TBPN新聞李國正黃俊委戴婉林 桃園採訪報導 好 這個國道六號的延伸 先被提出來之後 有人罵說不可能 那這是在做夢 有人卻說有啊 其實前朝的兩個政府 都有人提過這件事情 不過如果我們回歸理性 現在在我們視訊線上的 大家很熟悉的前行政院長 張宣政院長李柯先生 當然他用工程人的角度 嗨 院長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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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長沒聲音啦 哈囉院長 嗨 院長 趕快趕快 有 現在有聲音了 院長 我看你的臉書也說 國道六號可不可以延伸這件事情 這不是大家吵來吵去 這要讓專業問題來講話 那您的意見 趕快透過我們的平台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您的意見是什麼 好的 先不管說蔡英文總統 在以前競選期間有沒有承諾過 競選期間可能承諾過很多事情 也不見得每一件事情都記得清楚 不去怪他 但是他剛才說到的是說 在國民黨時期 曾經做過可行性調查 結果是不可行 那我印象裡面好像這是2012年的事情 那麼現在是2019年已經事隔7年了 那我要提醒一下就是說 我常常說理科 理科 理工背景 請問7年裡面工程技術會不會進步 當然會進步對不對 所以7年前的調查到現在7年後 值不值得再做一次調查 用最新的技術再做一次調查 我覺得是很可以考慮的 因為其實我們看到是2016年的時候 歐洲有一條50幾公里的鐵路隧道 穿越阿爾皮士山的鐵路隧道 它最深的地方在地底下2000多公尺 那麼已經通車了 這條隧道做了十幾年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看到說 技術不斷的在進步 那麼7年前的事情 7年後來講 我覺得應該要重新再做一次 組合行性評估 這樣來的話 才能夠有一個比較客觀 公正的一個說法 而不是好像現在大家都 把這個事情弄到說 好像你喜歡韓國瑜 就說應該要做 你不喜歡韓國瑜 就不應該要做 這已經失去了客觀了 讓我感覺到有點像是什麼呢 核四到底安不安全 好像變成專業技術人講話 都沒有空間 這個是不對的 國道六號讓我們跳脫 正式口水回歸工程的專業好嗎 好 院長我當然說好 院長但是這個接下來 要不要做可行性評估 恐怕就是真的 誰可以選上總統 才來做這件 才有機會來推動這件事情 所以你也是呼籲 不管是藍是綠上任之後 花蓮的交通這件事情 就是一定要列入 非常重要的考量 對 我 因為我常常到花蓮去 其實花蓮的鄉親 絕大部分是有期待的 不一定是國道六號 不管是蘇花改的二期工程 或是蘇花糕等等 當然也包括國道六號 大家總希望說 花蓮現在對外的交通 能不能不要 好像每次經過台風 那就變成孤島一樣 農產品都運不出去 甚至要透過台東高雄 才能運到台北 這個時候農產品的成本 大幅增加 就根本丟在地上 丟在花蓮的地上 讓它爛算了 這個不是金友的說法 所以我覺得說 顧到花東鄉親的期待 不管誰當選總統 都應該給這個題目 一個算是一個客觀的答案說 好 最近三五年之內 可做還是不可做 那麼如果三五年之內 不可做的話 我們過五年再做一次評估 這樣的話 我覺得對於花東鄉親 他有個交代 所以跟哪一個人當選總統 沒有關係 而是要顧到說 花東的這些民眾 總要給他們一個交代 說你們對外的交通 到底什麼時候 可以比現在有明顯的改善 這個任何一個人當選總統 都應該要做 院長 有特別提到一個 阿爾貝斯山脈的隧道 包括鐵路還有公路 你有提到以這個例子 很多人也討論 什麼川障鐵路 這些施工很困難 所以你有提到一個概念 我比較想要了解細一點 就是說歐洲人 比較喜歡走隧道 是為了環保 這個是不是說我判斷 而是我在網路上面 看這麼多報道 其中一個因素是 他們覺得說你讓這個路 慢慢爬山到山的山上 再從山上下去 其實耗費的這個汽油 跟造成的空氣污染跟交通 對於山上的環境是有害的 還不如乾脆就 長動不如短痛 鑽一個隧道在地底下 這個時候你只要把這個隧道 裡面的空氣 好好的做一些處理 就不會污染到山上面的這個環境 這個是報導是這樣寫的 所以其實我們要問說 歐洲的民眾難道沒有環保觀念嗎 那不會吧 大家都可以承認說歐洲環境非常好 歐洲的民眾也對環保要求很高 他們難道不會擔心說鑽隧道破壞自然環境 或是有生態的這個妨礙嗎 不會的 兩害取其輕 其實做隧道不見得是 比較糟糕的這個選項 甚至有可能是比較好的選項 所以我要提出來這一點就是 大家不要刻板印象說 挖隧道好像是破壞環境 挖隧道相較於把路做到山上 爬山上去 再從山上下來 相較起來 其實到底哪一個比較好 其實是可以做比較 而不是一定做隧道就比較不好 這個真的要讓專業來判斷 所以我一直說大家不要犯政治化 這是一個工程專業的題目 而不是一個政治題目 讓大家回歸專業 我也不是說國道六號一定要做 或是一定可以做 但是我覺得這個時間點來做個評估 是一個客觀的交代 院長 因為我不是理科人 我有一個好奇 就是民進黨的立委蕭美琴 他有講到說 整個如果真的要施工的話 他會遇到地熱高達100多度 然後還有斷層的問題 那這些到底就技術上來講 他是可以解決的嗎 我請問你 阿爾批斯山在山底下2000公尺 有沒有地熱 阿爾批斯山是地殼運動 造成的這種高山 有沒有斷層 所以我想 小美琴提出這些問題 是合理的問題 但是這些問題 阿爾批斯山都應該會碰到 阿爾批斯山不是都解決了嗎 院長那我這樣 很清楚 再問您 就是您最後在當馬政府的行政院長的時候 你們那個時候對於花蓮的交通 大概的規劃是怎麼樣 那你看現在其實也過了三年多的時間了 有任何的進展有進步嗎 這個部分就您這樣看下來 花蓮的交通當時其實第一個想要做的事情 是蘇花高 但是後來因為很多顧慮就降格 從蘇花蓋 蘇花蓋其實也不是從蘇澳到花蓮 全程都有改善 其中有一段非常難開的路 各位朋友如果去開一下 從東澳到南澳這段非常難開的路 其實蘇花蓋沒有去碰它 所以但是至少在今年有希望說 從東澳到南澳以外的路段有機會通車 這個等於說是有一部分改進 但是是不是解決了瓶頸沒有 因為你蘇澳到對不起 東澳到南澳這段如果都沒有做任何的改善 到時候其他的路段都非常順暢 只有這段不順暢那瓶頸還是會出現 所以這個蠻可惜的 那當然在那個毛治國擔任交通部長任內 其實做了這個決定是不得不的決定 因為那個時候有環保環團的壓力 但是現在能夠通車以後大家就會體會到說 那有一段瓶頸不趕快解決要怎麼辦 所以勢必的我覺得政府一任接一任總要繼續往前走 不能說這個在毛治國擔任交通部長的時候 就是馬英九擔任總統的時候 做了這個蘇花蓋的一期就到此為止 難道我們都永遠不進步嗎對不對 那每一任政府就都推給前朝說 前朝做了就好了到此為止嗎 我想這不是一個負責任的態度 我們必須要繼續的看說 我們可不可以再繼續改進繼續改進 永無止盡的要逼自己往前進步 所以蘇花蓋的二期應該要做 這個是花蓮鄉親的期待 蘇花蓋二期做了以後 是不是能夠應付需求等等等的 這一步一步的往前走 這個要永無止盡的繼續往前 做更多的規劃 今天謝謝 非常謝謝前期內院長張善善院長 李柯先生接受我們的視訊訪問 而且他李柯人邏輯真的很清楚 他講得很明白 現在這不是政治問題 這其實是一個專業的工程問題 國道六號可不可以延伸到花蓮這件事情 2012年確實做過評估 但現在是2019年了 時代在進步 技術在進步 他覺得其實如果 不管是藍綠上台都有必要 可能再評估看看 至少讓花蓮鄉親 不要覺得每次回家路都這麼困難 這是剛剛張盛政提醒我們的一些 蠻重要的事情 但是重點是我們還是要來討論一下 蔡英文總統之前到底有沒有提過 然後自己現在又不承認了 國道六號的延伸案 蔡英文總統說他回去查一查 他沒有做過相關的承諾 但是我們媒體幫他查一查之後 找到了一個花蓮縣議會的議政報道 這個是在民國105年的報道 當時還有一個議長的話 就是前議長賴靖昆 他最後這一段他就說 去年4月總統蔡英文參選這個期間 當選之後就要求交通部 國道興建工程局 要把國道六號南投物社 延伸到花蓮幾安 列為今年第一 第二階段的優先 興建國道之一期盼能夠實現 所以這個花蓮縣議長曾經 有說過這樣的話 那這到底真的是 蔡英文總統自己的一個承諾 是不是蔡英文總統自己的一個承諾 是不是蔡英文總統自己的一個承諾